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国内长期存在一个不受政府管控的地区,缅甸政府很早就想要解决缅北问题,可惜,从缅甸建国之初,一直到现在,缅甸政府都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对付缅北的军阀武装,于是,缅甸政府与中国合作,开始采取联合行动借助中国的力量打击缅北的犯罪集团,这也不是缅甸第一次借助中国的力量对付缅北了。 几十年前,中缅就曾合作打击缅北地方势力,解放军两次出兵缅北,可惜的是,盘踞在那里的军阀武装并没有被清除干净。 这又是为什么呢?跨过时间,感知历史的温度,这里是妙文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缅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,复杂的民族关系,使得这里成为缅甸的步伐之地,正因如此,大量犯罪分子聚集在此地,给缅甸以及北边的中国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。 缅北是中缅两国的重要通道,也是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交流的重要通道,因此,缅北的乱象自然会波及到中国,盘踞在这里的电炸集团就是其中的典型,它给无数国人带来巨大损失。 1950年2月,滇南战役进入尾声,国民党主力被消灭殆尽,云南全境解放,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无法在云南立足。 与大部分逃跑的国军一样,滇南等战役中存活下来的国民党残兵,相继撤到缅甸。 这部分残军主要来自原国民党第八,第二十六军,大约一千五百人的部队跑入缅北山区,云南当地的反动势力也跟着这些人的脚步撤到了缅北一带。 就这样,退往缅北的反动势力开始在山区修整,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残兵以及逃亡的地主武装纷纷前来投奔,他们在缅北一带重新拉起队伍。 蒋介石政府也意识到这些人的价值,不断给他们各类资助,想要让这支部队成为反攻大陆的棋子。 随后,在李弥的带领下,这些武装发展壮大,开始袭扰中国边境,国民党的势力让缅北陷入混乱,缅甸政府更是极为不满。 但缅军实力不够,始终无法驱逐缅北的国民党军,一直到1953年,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,蒋介石与美国方面不得不放弃这些武装,将大量军队调回台湾。 不过,仍然有大量武装拒绝撤离,继续盘踞在缅北。 这些武装主要就是原来云南一带的地主豪强。 他们逃到这里后,靠着武力优势成为当地的土皇帝。 次年,以柳元林、吕维英等军阀代表为主的缅北反共势力,开始在缅北重建基地。 中国多次想要解决这个心腹大患,只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就在缅北。 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,中国无法进入缅甸作战。 好在,缅甸政府也对缅北的问题感到头疼,自己没能力解决。 中缅两国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。 1960年1月,缅甸总理奈温应邀访华,两国正式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。 和平条约缔结号。 两国立即开始在边境勘定边界线,缅北反动势力趁机作乱,破坏两国勘定边境。 就这样,缅甸方面顺势与中方合作,以保护勘察人员,确保勘定边界为由,合作打击缅北一带靠近边境线的反动势力。 缅甸方面特意准许中国军队过近20公里,中央十分重视这次行动,还特意强调要打歼灭战。 1960年11月22日,按照昆明军区事先议定的作战方案,近8000名解放军越过国境,开始对缅北地区的反动势力进行清扫。 解放军以十六路正面部队,六路迂回部队向盘踞于猛黑、猛狱、猛瓦、三岛、猛马、亡古奴、哥巴卡等地支逃免国民党军残步奔袭,搜捕巨奸。 经过四天的集中打击,盘踞在缅北22个据点,共计800多人的反动武装,被解放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,近500名匪徒被击毙。 还有大量的军官被解放军俘虏,第一次出兵缅北,解放军取得巨大成功。 然而此次战斗部队受到严格约束,再加上又是第一次深入缅北作战,不熟悉当地的状况。 缅甸陆军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各个机动师,可以说是缅军的王牌。 根据公开的资料,缅甸陆军拥有10个机动师,其番号是第11、22、33、44、55、66、77、88、99、101师,直接受命于缅军总参谋部。 非战时期驻守在各地方区,战时则被调往战区执行作战任务,其中101师就是派往缅北作战的王牌师之一。 其使长,敏敏吞于今年4月刚刚晋升为准将,并调往南山,并担任101师师长。 12月15日,德昂军占领了南山的战略要地第101部兵士的总部。 总部内的,包括敏敏吞在内的多名高级指挥官,因为和纵队因无法联系而失踪,国感同盟军一份内部报告指出, 敏敏屯准将已连续一周无法联系,包括敏敏屯准将在内的多名101师高级军官有可能已经阵亡。 近日,缅北战区的一段视频流出,正是给老街接下来的结局定性, 杨龙寨国门战斗结束,缅军守军坐着卡车,打着白旗挨个走出来,脚枪投降,排队领钱, 国感同盟军收复杨龙寨国门区域以后,给所有投降缅军发路费,抵抗打死,投降发钱。 实际上,这并不是缅北战场上缅军第一次投降,实际上1027战役以来, 我们经常能看到关于缅军投降的消息,现在缅军内部毫无士气可言, 所有人都知道自己不可能顽抗到底,投降是早晚的事,至于那一天在什么时候到来, 那肯定是越早越好,数据表明,现在老街城内大约有3000-4000多缅军和电炸民团, 这些部队被国感同盟军瞄准,只能在原地驻守, 没有援兵回来帮助他们,缅甸军政府疲于应对各个地方武装, 完全抽不出精力维持早已宣判死刑的老街战区。 因为后勤县被切断,老街城内缅军缺乏补给,只能困守孤城, 至于南天门上的缅军,也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,根本不敢下山, 只能困守在山头,很明显,现在老街守军的结局, 要么饿死,要么被国感军打死,要么投降拿上奖金和路费, 国感同盟军给了缅军充分的选择权,取留自己决定。 因此,缅北战场上投降的缅军数不胜数, 缅来部队一击击溃,国感军越打越勇, 在整个缅甸,各地地方武装都在对缅军发动攻击, 在克伦邦,克伦联军对高加利镇缅军据点发动攻击, 夺取三个据点,消灭缅军一个步兵牌, 同时又夺取亚洲公路附近缅军高奴据点, 击毙缅军15人,在缅甸昂山素季派系的人民防卫军方面, 防卫军在马归省牧格巨镇伏击了一支缅军增援部队, 缅军15辆军车,满载120多名士兵, 遭到防卫军伏击,防卫军一直冲上公路, 在距离20米位置扫射缅军,损失惨重的缅军为了发泄, 放火烧了附近的绵阴镇达西村, 在石阶省吉林庙镇,防卫军再次伏击缅军, 在战斗当中,防卫军击毙30多名缅军,打伤15人, 俘虏两人,在曼德勒省,防卫军在俄尊镇附近乡村公路, 部署地雷镇,伏击缅军巡逻队,打死缅军5人, 击伤缅9人,在善邦方向,德昂民族军在贡弄村, 伏击了一支缅军空降突击队,打死数十人,俘虏四人, 缴获38支突击步枪,缅军正在整个缅甸遭到袭击, 每天缅军都会损失至少一个连的正规军, 一个月下来,缅军的损失就至少是十个营,长期打下去, 缅军还有多少机动部队可以投入战场, 缅军还有多少部队可以反扑国赶同盟军,彭加兄弟中。 军事指挥能力最强的其实是彭加富,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部队的灵魂人物, 彭加富对杨茂良评价很高, 在夺取果敢的一系列战斗中, 不少胜仗是杨茂良打的, 比如在大水塘之战中, 杨茂良带一个排弃伤敌二十余人, 还抓了四个俘虏,自身仅阵亡一人, 最后由于后勤没能将炮弹运过来, 才没能打下据点, 在接下来的拱掌战斗中, 身为营长的杨茂良, 亲自带一个连,追击敌军至怒江边, 避敌五十一人,伏敌二十七人, 自身仅牺牲五人, 别看人数少, 毕竟这只是一场县级规模的战斗。 死伤超过一百人, 都是不得了的数字了。 有个叫屈春辉的缅甸华人, 曾是北大学生, 读到一半跑去闯荡金三角, 加入了彭部, 后来担任副营长, 他写过一本叫《金三角十五年亲历记》的回忆录, 书中提到当晚突击的情形, 与白索成说的基本吻合, 屈春辉直接参与了当晚的突击作战, 最后这个有六个剑指连的营, 只有五十一人撤出战场, 基本上报废了, 在一场县级规模的冲突中, 损失一个营已经是很大的代价的, 彭部进攻不顺, 士气受了很大影响。 接下来, 双方打了一个多月不分胜负, 杨茂良在果敢的影响力远不如彭家生, 拖下去战况很可能朝对他不利的方向发展, 于是, 他亲赴瓦帮球员, 基于前文所提及的原因, 瓦帮很爽快地答应, 派出一千五百多人, 双方力量发生转变, 由于驻萨尔温江以西的八百九十三师中, 有不少瓦族干部士兵, 他们纷纷投向杨茂良阵营, 彭家生在兵力上开始处于劣势, 被迫率残步退出果敢, 这是彭家生统治果敢后第一次被赶下台, 前面为什么要说彭家生与昆沙关系好呢? 他退出果敢后, 残步还剩三百多人, 没给自己女婿全部给了昆沙, 这也是驱春辉说的, 当时他也是其中一员, 对此, 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妙文史, 订阅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